國內今天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沒有新增的死亡個案 指揮中心證實了 在八月二十三之後 可能會再鬆綁部分措施 而下午我國自購的莫德納疫苗 抵臺一共有二十四點九六萬劑 估計最快也需要十天風針檢驗 之後會如何分配呢 指揮中心表示會再精算 不過一定會保留給醫護人員 第二劑 載運二十四點九六萬劑莫德納的 華航貨機 週日下午四點十分 順利降落桃園國際機場 這批疫苗是我國自購莫德納第六批 抵臺之後封肩檢驗 約需要十個工作天 之後如何分配 指揮中心表示會再仔細精算 醫護人員的第二劑一定會保留 而國內周日新增了兩例本土個案 分別在新北市和臺北市 另外有七名境外移入 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指揮中心認為這是五月本土疫情爆發以來的低點 因最近一週都是個位數的確診 會評估依照各地風險不同 在鬆綁部分措施 但是短期內再降級的可能性不高 至於臺灣近期出現感染新冠肺炎後 腦部損傷導致記憶力喪失的個案 指揮中心表示這是罕見個案 專家諮詢小組分析 國際對新冠肺炎後遺症的研究 最多還是呼吸功能受損 目前也看到Delta病毒在國外的後遺症似乎比較多 不過國內的Delta案例很少 這部分還要觀察國際上的研究 記者綜合報導